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可否說重慶森林當年的點例呢 其實當時是因為我們剛拍完《東斜西道》 我記得當時是九二年 因為拍《東斜西道》我們大部份在中學拍 當時是余林 余林其實是一個沙漠 在那裏拍了一年後回來香港 突然覺得香港好像很親切 所以當時的故事定了在兩個地點 一個就是中環 為何會拍《中環》和《東斜西道》 因為當時余林剛搬去 因為第一次去的時候 在窗口看到人人來人往 反過來在電梯看過的時候 你一路上這條電梯的時候 你看到一個窗口就好像是出出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九龍 因為那個地方是我長大的地方 另外這個重環大廈 它出名是因為有很多賓館 那些賓館其實很有特色 為什麼呢? 你進去的時候 基本上這個不是香港 因為所有的住客 都是來自世界各地 那這個故事開始 就是在重環大廈裡面 就是有一群懷疑 在香港販毒的印度人 因為那些警察要拘捕他們 他們就劫持人質 你要我放了人質 除非你答應我這個要求 那些印度人就把報紙交給警方 是一個展部 是一個女明星 但是這個女明星 因為她是最紅的時候退休 之後就很神秘的 但是他們聯絡她不到 唯一的辦法 就派了一個青年幹探 因為他們有72小時 就說你一定要幫我們 說服這個女明星出來 所以這個青年幹探 就開始天天在這個門口 就等這個女明星 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叫那個女明星的名字 叫做衛雲里 其實她是因為退休之後 是過了很正常的生活 她一開始就很悶 喝茶而已 但原來到晚上那一刻 有時候那些氣引法 她就會開始自己裝鬼扮馬 好 我警告你啊 不准再跟著我 那你幫幫忙啊 幫忙 難道讓我在那唱這歌不行 他們每個人手上都有槍 萬一有什麼危險 我有什麼保障 他們只想見你裡面而已 搞不好是你的影迷 你也不知道 影迷 你想我會在印度有名嗎 如果不是那個影迷 那為什麼要見你呢 我怎麼知道他們為什麼要見我 好 就算他們是我影迷 那又怎麼樣呢 我是不會跟他們見面的 現在問題不是誰想見我 而是我想見誰 我現在誰都不想見 包括你在內 如果妳幫我的話呢 好處一定會有的 什麼OBE啊NBE呢 我是不敢確定 可是好處迷想一定會有的 到那邊去等我 BTC嘛 這麼好神秘的 我也有啊 怎麼這麼久啊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 你知不知道 差不多一樣嘛 多四個零而已 好可憐 好可憐 後來他終於答應了警察, 他會後遇 但結果他還是沒有去 星星可有想起我 可有記得當年我的臉 曾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 當你記得當年往事 你又會如何 可會輕輕淒然歎為 懷念我在你心中照耀過 我像那銀河星星 讓你默默哀過 更願那悠悠光太 為你解痛楚